到这里我们已经学完了PiGame的事件处理机制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到了PiGame的事件对列 以及相关的事件处理的基本逻辑 并且我们知道了如何处理和响应键盘事件 以及键盘事件对应的类型 大家还应该记得键盘有KeyDown事件和KeyUp事件 进一步我们介绍了鼠标的三种事件类型 有鼠标的移动事件 鼠标按键的按下事件 和鼠标按键的释放事件 进一步我们改造了B球小游戏 使它能够支持鼠标的操作 并且利用鼠标来拖拽我们的B球和释放我们的B球 最后我们介绍了PiGame事件处理函数的 基本的概况 并且能够产生事件 不知不觉我们右边写了三个程序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呢